作为全美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洛杉矶国际机场的安全问题 一直受到关注 今天洛杉矶国际机场警局 与联邦国土安全部等等多个部门 进行联合演习 侦查非法辐射威胁 为进出洛杉矶国际机场的民众 做好安全防护工作 面对现在反恐局势的紧张情况 负责机场安保工作的单位 丝毫不敢放松警惕 这次的演习就是预防辐射武器 与核武器的恐怖袭击威胁 洛杉矶国际机场警局的警员们 抽查使劲机场的车辆 用探测器侦查汽车中 是否有任何带有辐射性的物品 同时警察们也进行常规安检 不放过任何安全隐患 这次的活动是由国土安全部主导的 保卫城市安全项目中的一部分 而负责这次演习的官员也表示 合作的诸多执法部门 组成了超过1000人的安保团队 没有大家的合作 保卫城市安全项目也不能实现 洛杉矶国际警局局长表示 法国尼斯的恐袭 虽然没有影响到洛杉矶机场的运作 但他们也不会忽略潜在的危险 执法单位也希望通过平时的演习与训练 能够达到防范于未然的效果 18台晚间新闻王宇晨 陈瑞德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采访报道